那时耶稣对门徒门说 天国好象十个伴娘 那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乐 他们当中五个愚笨 五个明治 那愚笨的大了灯 却没有随身带灯入 但那明治的大了灯 也把灯由装在瓶里带来 因为新郎迟迟未到 他们都打盖睡 且睡着了 到了半夜 有人喊说 看啊新郎来到 出来迎接他吧 众伴娘都醒过来 整理他们的灯 那些愚笨的对明治的说 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 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但那些明治的回答 以免这些油不够我们和你们用 不如你们去找卖油的人 自己买吧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来到了 那些也认为整理他们的灯 那些意准备好的 那些意准备好的 就跟新郎一起进去参加训宴 门便关上了 后来 其余的船娘来到 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吧 但她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 你們要警醒 因為 你們無法預知 那日子和那時辰